身体问题还有经济问题 如果你负债了 如果你身体现在是困顿的状态 无法可解 到处想要找到解决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真的是有病乱头医了 我真的是想要抓住一个救命稻草 谁能让我有办法负债累累的情况得以翻身 谁能让我身体然后这样那个好 我就一定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一定好好做 这样的人听我下面给你解完货 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注意啊我说的是解货 就是知道怎么办 至于能不能得到 其中还有一个做到 后面的你才能是得到 所以说懂了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首先我们要先明白 我们为什么会负债累累 为什么我们没有钱 为什么我们比别人活得不自在 为什么我们身体出现问题 为什么我不说缺爱 为什么说你情感困境呢 因为这个事儿啊 在身体和金钱面前 它已经黯然失色了 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有问题了 当我们的这个金钱出现 根本你就想不起来 那个情感问题了 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 所以呢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了 那么情感问题 其实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多 我们呢以后再说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作为人 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你是怎么来的 然后你才知道 怎么回去 对吗 你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负债的这个 悲惨的境地的 你怎么一步一步的这个身体 这家伙一说自己有病啊 说半个小时那个名诚你都说不完 如数价珍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的呢 我原先纳身体棒棒的 后来就一步一步这样了 说哎呀我先天就这个什么怎么样 那你先天为什么就会这样呢 我们说一下 与神对话里面有一段话 可以给我们引个路 说只要你还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他们就能奴役你 只要你再也不从自身之外寻求认可 那么你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我们都知道 人生有五个诉求 也就是马斯洛的那个五个诉求 他总结的人性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却非常的小儿科的 没有后期的理论 他就总结人 趴着盯着这点东西 人是怎么样的 人是这样的 规律总结了 西方的很多所谓的哲学理论家 他总结得很好 但是并没有给你解决之道 说人呢 寻求尊重 寻求被认可 之前先要解决温饱 解决你的这个生存问题 然后才有这个过程 中间还要有让别人喜欢你 然后后面才有尊重 所以呢 我们冥想音频里面的初级流程步骤 第三步就是三个欲望 我看到知识那个社群 问答群里面有人问我 说老师 三个欲望 怎么区分 这话问的 你问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先把自己的那个 语言语清楚 跟我一样的 这个朝三不朝四的说话 你问的问题是啥意思 你自己看能看懂吗 什么叫三个欲望 怎么区分呢 我们说三大欲望 就是马斯洛的五个诉求 去百度 看一下啥意思 谁都知道 对吗 就说你呀 就像赵本山说的 我以前有钱了 我想被尊重 就这一意思 没钱说 我想要有钱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想要呢 就是因为我们生下来 就是匮乏恐惧 渺小 自我否定羞愧的 这是根 那么我们知道根以后 这事就不可解了 就人生是个无解 的这个 人生 也就是说我们的剧本啊 除了苦 没别的事 为什么 你想想生下来就是恐惧 羞愧 匮乏 渺小 自卑 自我否定 不值得感 不配得感 就是生下来 就给你定好了性的 也就是马斯洛的五个诉求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有这五个诉求 就是因为你原先 没有 那个 觉得别人不认同你 羞愧感吗 生下来 从母体生下来 就有羞愧感 被分离了 分离感让你恐惧 因为你 你没有保护了 母亲那个小房子 你不能住了 你从此这个陌生的世界 你能不害怕吗 对吗 匮乏就是你 你认为这是身体 外界有人 外界有世界 你除了跟他们争 那口吃的 你还能干什么 要不然你就活不了 从生下来 父母那 辛辛苦苦 那小眼神里那种 无助匮乏 那跟人家争 那口馒头的时候 那种受气的那种经历 你脑子不匮乏吗 渺小更不说了 我们跟谁比 总有比你强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一生 就是马斯洛的五个诉求 也就是我们的三个欲望 那么冥想里面 三个欲望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你看见 他就不会控制你了 就像你看电影一样 你看那个电影里面 那个英雄被 那个欺负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生气 但是你是不是没有 像英雄那样 他 他感觉你绝对不可能 感同身受 就像你最好的朋友 被领导一顿 这个 臭骂 然后你说 说他太缺德了 但是你也不会像你的朋友那样感到 人生无望 屈辱 愤怒到崩溃 对吗 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旁观着这个 欲望下的那个念头的自我的时候 你就存在了 哪个你啊 你不认识的那个真正的观察者的自我 就是你醒了 也说只要你看见你的念头 你已经醒了 什么醒了 灵魂醒了 所以灵魂的沉睡就很简单就能够醒过来 其实这就是开悟吗 啥开悟 整个神秘 你看见自己 那个样子 那个老样子 那个怂样子 对吗 时刻说 呀我这么做 别人怎么看我 我得买个车 我得那个贷款 然后我这个没洗脸 那可不行 那别人要碰着个熟人 那他怎么看我 对吗 我们时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他们就奴役你 什么叫奴役你 就是你就随时做那个事啊 都是围着他们的感觉走的 说我爸要是不赚钱 我觉得我不愿意生在这样家庭 你说我得努力的给孩子做榜样 我得是像那个别人那样 那个在外面让孩子有面 你那个面啊 就是我们人 如果一个人 对啊 我告诉你们啊 谁找对象 你们千万看清楚 眼睛看清楚 这个人如果把面子当成非常大的事情 这个人绝对不能跟他相处 包括身边的人 因为他就是个弱智 所以说我们说 你为什么啊 就你为什么负债 弱智啊 什么叫弱智 我们不知道人生该怎么摆脱痛苦 不是说你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你不醒过来 只要你不了悟生命真相 每一个人都是弱智 包括伟人 一样的 包括那个先责领袖 大智者 前期都是弱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是弱智 你才能够有机会被叫醒 然后在醒过来的过程中 完成你的每一个人生体验 这不就是游戏的内容吗 就像我们一直在举这个例子 你得先把眼睛蒙上 然后说来抓我吧 来找我吧 你要睁开眼睛 你就知道他在哪了 你一定先把眼睛蒙上 你蒙上眼睛你能看出啥呀 对吧 你看不着啥 你看不着啥代表啥呀 代表你没有智商